成都豪宅千千万 但是要提起潘城刚 相信绝大多数楼盘都会在他面前黯然失色 今天我们带大家来看的就是位于成华区的东2.5环 潘城刚板块的一套叠平别墅 这套房子的产权面积是350个平方的下跌 带有80个平方的入户花园 同时房子是位于地铁4号线万年厂站和槐树殿之间的位置 距离塔子山公园仅2公里的路程 开车只需要8分钟 房子的学区包含了成都市时事小学 成都市双庆小学和成都市景惠东城小学等 穿过入户80个平方的入户花园之后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空间 就是这套叠平别墅的厨房、餐厅和客厅的空间 餐厅和客厅的空间的面积有50个平方 里面这一侧是一楼这一侧的老人房和公共的卫生间 老人房的面积有11个平方 带有独立的衣帽间 并且老人房这一侧的采光面是落地的推拉窗 方便可以直接进入到花园里面去 那么我们接下来去负一楼去看一下 负一楼这一侧下来之后是做了一个地下的会客厅和阴影室 会客厅背后的这个空间就比较有意思了 这个空间的采光面是三面采光的采光天井 折射下来的一个空间 可以看出这个空间的一个采光是很亮堂的 整个地下室即使不开灯的情况下也是十分亮堂的 在角落这一侧做了负一楼的公共的卫生间 以及隔壁的这一间公共的活动空间 可以设计成阴影室和瑜伽室 这间卫室也是带有采光天井的采光 平时可以在地下室里面去办公 接下来我们上到了第二层 也就是起居室的这一层 这一层的整体的空间是做了两个房间 正对面这一间房间是做了一间主卧 这间主卧的面积在55个平方左右 这边是主卧的起居室 对面这一侧是做了一个小的梳妆台 主卧的背后就是您家的衣帽间 主卧的采光面都是全落地的推拉窗 整体的采光的宽度有9米左右 这后面这个空间也是一个衣帽间 衣帽间的背后做了两个洗漱台和卫生间 里面这一侧是做了一个沐浴的房间 同时在主卧的推拉窗外面 是12个平方的大阳台 在阳台上可以正看小区对面的景惠东城小学 这样一套位于攀成钢板块的70年产权叠平别墅 您爱了吗? 关注小王,足不出户看好房 到哪里是的 咱们就可以了 按过来 因为狱子 你这么闹一下 公园的内容 你这么闹一下 ——因为我看了 ода